为鼓励许多刚起步 并且遂兴文学的新城乡亲 还有学子 唤起他们对新城乡土的热爱 新城乡公所即日起到8月31号 办理老照片说故事文学奖争学活动 乡长何理台欢迎乡亲 对语文学习及创作有兴趣的朋友来投稿 122年度新城乡老照片说故事文学奖争学活动开始了 以新城乡老照片说故事争文的方式 鼓励许多刚起步并醉新文学的新城乡亲 一直学子 唤起对新城乡乡土的热爱 并借由老照片说故事 发祥怀旧新城乡辖内人士景物 以激发对语文学习以及创作的动机及成效 并鼓励曾居住在或是就业在于新城乡的好朋友们 能够参与写作 以供新城乡在文学创作作品上 有更多的文学阅读作品产出 人的一生有很多人事景物 甚至地方的事物 要靠照片甚至影片 或是文字来做刘存 新城乡公所来办这个老照片说故事 它的意义除了地方的特色 能够透过文字的一个书写以外 一个文学的一个创作 因为新城乡是多元族情的一个乡镇 我们透过个老照片说故事在国小 国中高中大写我们社会组织这几个七块 我们现在在增见几日起到八月底 我们这个截止 我们希望对新城乡这块土地热爱的 我们的各位乡亲大家都会永远来投稿 透过你们文字的一个系数 透过老照片的一个观看之后呢 让更多人能够来了解新城乡 我欢迎各位永远来投稿 对我们这块土地 大家共同来发挥文字的一个系数 今天下载会台表的是 这次甄选的组别分配为 国小组 国中组 类别以作文创作为主 高中组 大学组 社会组 类别以赏文为主 新的江公所即日起到 8月31号受理为止 办理老照片书故事文学甄选活动 订阅下载会台湾 欢迎相信对语文学习 以及创作的好朋友们 前来投稿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